迎来春节小三通树光 金马居民过年回家没烦恼 但不开放台商等其他地区国人中转 中央挨轰做半套 我们的征询也参与了金马地区的地方首长 民意代表还有民众的这个建议 在本专案宣布之后 社会上还是有某些特定的这个政客 媒体名嘴恶意的批评本专案的不开放 是有政治的算计 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是做半套 来曲解政府政策的这个利益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忍不住在专案报告时脱稿解释 强调中国疫情不稳定 而金马医疗量能很有限 中转会经过金门马祖 那是人家的家园 那你对经过的地方的安全要做考量 不是只有考虑到自己 指挥官苦口婆心脸书喊话 本是同根生开通莫要及 因为中国疫情不只出现变数 更有盖牌疑虑 情况难以掌控 每一个官员都因为他防疫不利 就被撤出 前年的2月 武汉叫做Living Hell 就是人间猎狱 我们还是把人接回来也没事 我们为什么对台湾这么没有信心 谢谢 不是我们对台湾 我是对中共没有信心 所以你喊出来 我也喊了 邱泰三气到在直询台上 又是举手又是大喊 但他也坦言对无法在金马中转的国人来说 最大难题是这个 可能在经济的负担上面 有一些人可能稍微大一点 就只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 那由政府透过专机协助 有没有可能 从上海回来的 他的订票率只有三到六成 那你叫航空公司 在立外再穿包机 谢谢谢谢 我感觉现在完全是政治的问题 通盘考量却无法满足所有人 防疫官员一个个有苦难言 靖新闻林廷方博峰才能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盛敬美 靖好新闻 立刻下载靖新闻